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锋芒科技,我是小易 提起工业技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德国的技术和他们国家生产的机械 目前很多机械都是他们国家给先前制造出来的 在横造以前像那些在逛场工作的大型的矿车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往往只有德国这样的工业强国能够制造出来 但我国在外国人还在困惑的时候 就已经造出了一款世界上最大的纯电动自卸矿车V60 目前来说全世界都是在倡导节能减排性能源的建设 像以往的那种矿车,虽然在贡献上是不小的 但是在环境保护的方面和成本就是不那么的被人认可了 国外一直在研发如何将这样成本高的大家伙换成纯电动的时候 国内的比亚迪已经研发出来的 上述的最大的纯电动的矿车,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 这一款纯电动的矿车无疑是有很大的看点 要知道,矿车在制造的过程当中难度是非常大的 要打破以往内燃机传统动力的格局 来建造出一个新型纯电动的自动系矿车 最开始要考虑的就是纯电动矿车 怎样面临矿山这样的恶劣的环境 还要考虑到矿山的动力传输系统 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 以及它的续航能力和整个车硬件的可靠性 还有各项指标必须达标的严峻性 制造者们在反复的研究试验下 克服了这个各种各样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困难 这样一来经历了374天 花费了25个亿 终于成功地将这款世界上最大的纯电动 自卸矿车V60给打造了出来 在试车的当天 比亚迪的总裁亲自登上了驾驶室试驾 可见整个公司对这台车的重视度是非常之高的 比亚迪再一次用实际的行动 向全球的人们证明 外国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到 比亚迪的一次次创造出了世界的奇迹 让世界各国都叹为观止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也为此感到骄傲呢 是否也去了解过这款矿车的建造过程呢 在科学技术都不断进步的今天 中国已经不再落后 在各项外国无法做出来 但我国却能做出来的时候 那些想法一致是我们是最棒的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 bwd6